哈喽双鱼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双周能量浴室排卡解读之前呢 我们先来分享星星式 仙女又要过生日啊 我们的一年一度的全球生日派对又要开始了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参加 我会在我的生日派对直播的时候呢 抽出礼物来送给大家 详细的这个活动参加办法 在我们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都有详细的说明 你只要完成两个步骤就有机会获得我准备的礼物哈 第一个呢就是欢迎请你来订阅我们工作坊的电子报 第二个请你写一张明信片 来到我们这个PO Box的邮政信箱 这些资讯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都有 你可以写下想要对我说的话 或者是从频道当中获得的一些启发 然后呢接着呢我们会在8月30号在YouTube 进行我们线上直播抽奖的活动啦 那我们明信片说截止日期 是在我们的8月28号好不好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好不好 那我这边就不耽误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的时间 我们赶快呢一边抽牌 一边进入到你们的这个开场讯息 OK 来给你们一点点生活小贴士 好首先呢双鱼座的朋友们 我个人会感觉这两到三中呢 你的情绪呢会有一种非常大的耀身的变化 但是这个非常大的耀身的变化呢 是比较有点像是突然变得很好 就是我会感觉你好像想通了一件事情 然后情绪就突然变得很好 那因为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特别留意你这两到三周 内心的一个想法 会有一个阿哈moment 这样子OK 要把握喔 因为我觉得这个阿哈moment 好像会给你一个新的一个启发 然后有可能会协助你去进行 你可能本身有在规划的一个计划 好吧OK 就是原本就有在计划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会启发 然后反而那这件事情就 然后就很顺利的就这样推动了 好吧OK 第二个呢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双鱼座的朋友们呢 你特别适合去做一些可以让你宣泄的运动 例如说拳击运动 或者是比如说像有些人会学太拳套 不好意思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宣泄 but anyway 你觉得呢对你情绪流汗 然后让你这种内在情绪释放的运动 都适合你跑步也可以好不好 你不一定要上到拳击好不好OK 好这个呢会让你心情大好 我总觉得你这两到三周都围绕在情绪 开始往上走 所以这些不好的这些内在的情绪啦 能量啦或者是要去释放的东西 要赶快把它清理一下 甚至家里也可以进行这个断舌离喔 如果你最近刚好有这个计划的话OK 第三个我会觉得某部分极小众的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们会非常常搭飞机这两到三周 可能是因为出差或者是有一些临时的旅行 或者是可能比如说家里有紧急的事情 需要你搭飞机回去OK 比如说就是处理一些东西 甚至有些人可能不是搭飞机 但是你会有这种折返跑的感觉 就原本想说这里到这里事情处理完就回家 说不知可能忘了拿东西又回去 说不知又忘了签合院又走回去OK 所以这两到三周你会有一种折返跑的这个感觉 那比较少数的双鱼座是会一定要搭到飞机的 就是你要跨越国界的OK 那某部分的人你最近呢可能会特别跟德国日本 然后还有香港的人进行接触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们公司在进行什么贸易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你会跟欧洲国家比较密切的接触 好吧OK 好了以上就是你的开场信息 我们就准备到你这一次的双鱼能量巫师牌卡解读了 首先呢这两到三周你的挑战牌卡是保健5 这三种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呢 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这个群杖1 OK那你这边不好意思 我刚刚在抽牌的时候忘了跟你讲 你有一个是隐藏你目前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你比较特殊 这一次你的双周有两张 然后这一张呢是天主跟宇宙最后要给你的提醒 好吧我们一起来看看 非常有趣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好请稍后 非常有趣 难怪我就觉得你有一个新的能量进来 这个双鱼座的朋友真的要把握 这两张三周你会觉得事情情势变得很快 OK就是可能会快到有点不思议 可能不小心合约签订了 可能不小心就在一起了 可能不小心就被升职啊或加薪了 OK我直接来告诉你的牌卡 OK好来 这张牌卡训言的挑战是保健五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解说 好吧OK好 首先呢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抽到的是一个恋人牌卡 前币1 然后还有一个权杖适者 OK好 我个人会感觉呢 这个恋人牌卡跟这个前币1呢 还有这个权杖适者呢 我会觉得某部分的人 你会在过去这个能量场当中呢 你可能会找到一个你非常心仪的交手相关 状况人数世界梦想或目标 而且这个是对你吸引力非常极大的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我会觉得 它吸引力虽然非常极大 或者是你会觉得 这很可观喔 或者是这值得投入喔 或者是这是很有远景的 不过我个人会感觉你比较金金战战 这个乌鸦站在这个前币上面 让我感觉你会多方考量 所以你这个权杖是一个权杖适者 你这个权杖是一个权杖适者 你有一点像是边走边看 边走边看 不是那种权杖歧视冲过去给人家看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呢 有一点像是说 找到一个不错的契机 但是我要稍微观望一下 然后可能做多方研究 或者是好好相处一阵子 才会走到现阶段能量场 那现阶段能量场呢 你抽到是圣杯 你抽到是国王牌 抽到是钓人牌 我个人会感觉呢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考量的是 我要不要让我自己现阶段 所拥有的一切受到动摇 所以这个钓人牌卡 跟这个国王牌卡 有一点像是说 这个国王呢 这边还有一支宝剑 所以这会给我有种感觉 就是我现在一个人单身蛮好的嘛 然后可是突然遇到了一个 我梦寐以求的天菜 它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我们也很聊得来 可是我就先看一看 我不知道我要投入 因为我现在可能 搞不好已经有自己 生活的步调 或者是一些节奏 所以呢如果它加进来 我可能要分割我的时间跟空间 我就再举一个例 请你们灵活运用套用在生活里 OK 然后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也会让你去回想过去 过去 你曾经可能在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类似的一些学习的课题 会涌出 所以你会觉得说 我需要为了这个人去牺牲这些东西啊 过去我曾经受过的伤 我曾经跌过的交 或者是赔了没有拿回来的钱 这个呢 会造成你在选择 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考量之一 所以这个保健移呢 其实就是你的挑战 你要如何克服 可能会被别人背叛 可能投资不会有任何回报 或者是这个结果 可能不如你预期理想 就是你剩两三周在考虑的重点 OK 所以在未来的牌卡 你抽到这个是保健六 抽到这个是圣杯五 抽到的这个是影视牌 OK 这张牌卡在未来的时候 我个人会感觉 你经历过这一番挣扎 从保健五走到保健六 代表是你想清楚 也算是够明白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 如果假设我真的需要去 拥有这个圣杯二的话 我必须要把过去 这些不好的经验 或者是曾经让我很受伤 不满足的地方放下 所以这个影视牌卡 是有点像是在这个 寒天雪地当中啊 你提着一个灯 你在思考 是一个你很注视的 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甚至可以为你人生 重新带来一丝希望 所以你未来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 是权杖一 意思就是说 你呢原本是会觉得说 你有点像是拉住你自己说 这个权杖千万不要冲过去 因为它很吸引我这样 但是现在你好像有点像是 背水一战的 我准备好了 我想要让我这个 可能很重要的 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重新开启 这个请你们自己去套用 有可能是你想要重新 重启荣造 想要创业想要一段新的关系 或者是想要一个 新的工作都可以 OK 你们自己去思考 好吗 那紧接着我们用这个 宇宙验证牌卡呢 来看更详细的内容 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你就会 比较清楚一些些 OK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的 来我们再抽两张 双民座的推门 我个人会感觉 你这一次呢 在遇到这个相关状况 人事务 对你来讲 你会某部分极小众的人 会觉得 好像是一种命中注定 某部分的人 你会觉得那种柯林 就是怎么可能 It's impossible OK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 这么好的人权 这么好的工作 来到我的生命里 所以我才会说 你这两到三周后 要去思考的 内心的这些 我觉得要去处理 要清理掉的东西 速度要快 因为机会来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把握 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 我觉得不是说他会溜走 而是说呢 你如果卡在自己 这些过去没有放下的 或者是没有 我觉得不愿意失去的 那会有点可惜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的宇宙验证牌卡呢 抽到这个是钱币帮 然后还有一个钱币女王 钱币帮加钱币女王 象征的就是一个钱币酒 你现在就是 犹如我刚刚讲的 你是一个国王的状态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有我自己的世界 而且我这么独立自主 我所有投入的东西呢 都帮我成就了 我所有想成就的 那这个钱币8加钱币 女王就是钱币酒 现在你遇到了 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所谓的天菜啊 这个恋人牌卡 OK 来到这里变成钱币石了 所以这个人给了你一个 钱币石的意象了 就说哇 这个人如果加入我的生活 感觉好像对我是加分的 这是你对这个交手相关 众位门数第一个感受 或者是这个投资案件 不错哦 可能可以让我的收入倍增 或者是这个公司 是很有潜力的 我进去应该升职 或者是加薪呢 我觉得是很有发展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好的 好像有点太美好了 你其实有点怕怕的 OK 所以呢 这股冲动啊 我觉得你会觉得 你看到这个太阳 很棒的一些未来 可是你心里却在大叫 你看一下 这个乌鸦在那边大叫 然后抓着这个圈子 说你不要冲过去 你要冷静 为什么呢 我觉得呢 某部分双鱼座的朋友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哦 你在这边好像设立了一个结界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一个钱币 这边有一个结界 你这个钱币八啊 最终是要造就这个钱币九 你好不容易准备要造就起来 你也想要成为一个钱币女王 所以呢 你会觉得说这个啊 会不会乱的套 但是它看似又很美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心里的其中一个问号 你会在过去能量场问你自己的 那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 你的验证牌卡 你看你又抽到恋人牌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啊 这个跟你交所相关众会人数 你们一定是两两互相强烈的吸引 或者这个合作机会就是很刚好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 这个恋人牌卡 加上这个钱币六呢 会给我有一种感受 钱币六就有点像说 你很害怕齁 我们就是会讲台语的同学就听得懂 我会不会齐尿齐鱼 就是你看哦 我把我这些东西拿去喂这个老鼠 会不会跟我过去一样 我明明就很爱这个人 可是他可能有另外一个人存在 那这个也有点像是说 过去我要投资 这个人明明跟我讲好 结果最后找另外一个人跟他合伙 我却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提醒这个双宇宙的朋友们 过去我刚刚有跟你讲 这一张牌卡在象征 你过去曾经有让你担忧的 曾经有给你不好经验 或者是记忆的 你要赶快把它移除 不然呢 这么好 两张恋人牌卡出现 你都看不见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我准备要抽你的宇宙验证牌卡的时候 我会特别提醒你的 如果过去这些东西你不清理的话 这个东西出现啊 你压根子你就算张开双眼 你看不见 接着你的挑战牌卡是保健5 也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曾经被背叛的 曾经投资有去无回的 就像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所以你在这边注意看一下 你这边有一个调人牌卡 又来一个调人牌卡 好来这个调人牌卡 你注意看在这里 你这边有一个调人牌卡 你看你在现阶段的量场 掉了两次 所以这边我要提醒你 如果你没有处理好 你也会卡顿 对方也不敢行动 所以呢 你的内心的这些想法 跟行为反应 或者是跟对方的这种互动 会影响这整件事的走向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不动 他也不动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能够尽力去处理好这些事情 我个人是会觉得对你加分的 OK 好来 另外一张牌卡呢 是这个 钱币骑士 OK 这个钱币骑士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就是意思 你看喔 这个钱币啊 其实它是这样递出去的 可是这个人脚踩得很紧 意思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投入 我也很害怕去投入 不不不不然这边先一点点给你好了 我现在这个动作蛮好笑的 这个钱币骑士 其实是在提醒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可以投入 你也可以像他这么紧张 好像有点防备的状态 但是你要有智慧性的三选去投入就好了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两张吊人牌卡 把对方或把这个机会 或把这个合约 吊在那里死死不推动 你可以投入一点点嘛 凶正一点点嘛 或改变一点点嘛 看一下对方的表态 或对方的态度 或对方的想法嘛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慢慢的进行一个磨合 OK 所以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 你自己看喔 这个牌喔 谁是很有趣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未来就是这个钱币石 就是过去能量场 这个人 让你看到钱币石的这个意象了 那你说到这个钱币石之外呢 这边还有一个权杖士 这边还有一个女祭司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其实在未来这个能量场 我有说了 这些东西你会去克服的 但是在这个阶段 你会卡多久 这个是因人而异 但是这个保健率 是一个很好的意象 你会放下这一切的这些 我觉得包袱也好 或者是你曾经担忧的也好 或你顾虑的东西也好 这两张令人牌卡走到这边 就是最后这个圣杯 你会知道说过去失去的就失去了 但是我应该要好好的开始 迈步向前走 某部分的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会在这个交手相关状况 人事物呢 它出现不一定是会跟你合作 或在一起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启发 说我应该把过去留在过去 我应该要去看到世界上 其实还有更值得我去期待 或更适合我的人选 或有更好的机会在等着我 所以不要再像这样垂头撒起 这是某部分的双鱼座的朋友们 会来到后面领悟这些 所以你在这里有一个钱币石 就是如果你不希望这个钱币石 只是一幅画 因为后面是冰天雪地的样子 象征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只是看着这图画 然后你内心却 就是包覆的这些冰天雪地 有点像说你的心房不打开 你的机会不给人家 或者是你不敢勇于尝试 你心里只有这个印象 那它是不会成真的 你要从过去这个能量场走到这里 你需要花一点时间 能够去成就它 所以这个权杖四 从这边一步一步向上走 我个人会感觉 某部分的双鱼座的朋友们 会在后面想清楚明白之后 你会去挑战你的不安全感 那这个不安全感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是金钱 有的人是感情 有的人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必须要突破层层关卡 并且这个女技师 象征的是接受这个挑战之后 你会勇闯天涯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会透过自己的行动 跟内心的这些想法的这些改变 迎来属于你的权杖一 权杖一的全新的开始 其实说实在的 你的这个隐藏牌卡 就是钱币骑士了 你看这很有趣 我现在骑鸡皮疙瘩 我现在穿长袖 你看不到 但是你注意看 你的钱币骑士 其实就是象征这样 我准备好了 以前我可能挑战 这张是在你挑战牌卡的位置 所以以前我可能有点紧张 但是这次我准备好要出发了 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张牌卡 我们来看最后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要提供给你 来你看 我就跟你说吧 送宇宙朋友们 请你注意看 你这张牌卡抽到的是这个 战车牌卡 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 象征的意思是说 当你决定好了 你就勇敢的出发吧 我们相信这张牌卡象征的是 可以行动 可以出发 可以尝试之外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突破自己内心的这个障碍 或者是重新打开你的心房 这个就是这张牌卡要告诉你 你要悠扬的像这个女皇一样 然后呢 将你自己的世界再一次开放机会进来 然后让你能够不仅可以自己变得更着重 也能够让别人有机会可以靠近你一亲方子 好 那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OK好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要给双宇宙这一次的 双中能量运势牌卡解读 我真的是一直起鸡皮革 大家不是因为相机拍不出来 我必须要告诉你 双宇宙朋友们 你的能量场极好 机会我觉得也不错 如果牌卡会像我刚刚读到的能量场这样 重复重复重复再验证的话 我真心觉得我会推荐你好好把握 好吧 OK好 那以上 这个就是希望 你来看我这个影片之后 你可以得到一点小小的启发好不好 但是也请记得 要来参加我的全球生日派对好吗 祝福你双宇宙的朋友们 谢谢你的收看 也希望你会喜欢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